更生人有兩種 中東井 選舉敬天 人家說對啦 我跟他上海過 這就是我的過期 雖然說 當下流出來實在是不算輕鬆 他就給大家破壞了 我就是這樣 沒錯 這就是我的過期 這樣說了嘛 傅昆祺什麼樣的更生人 他說他刑法一百條 入奸服刑的啦 陳東浩 他刑法一百條 入奸服刑的啦 其實你在看中東井 有這麼低的 公為順威嘛 第一個 就是我幹過什麼事情我就承認嘛 第二個就是正常人嘛 正常人 人家說這個不會過嘛 就說不定你在議會的時候 跟你講假議題嘛 這還不打緊 華東三寶不是現在才有 他還自己講 選前堵了韓國語 他不然是用國語還是用客家話 應該還是用臺語 跟韓國語講 選前 當面跟韓國語講啊 這花蓮會被害死啊 這個就是正常人 就是我們正常看就知道 什麼叫正常人 我們沒有不要花冬 我也希望花冬能夠方便一點 因為有時候大家真的買票不好買 只能開車 坐飛機 可是最主要還是鐵路嘛 我們看過 看過富士奇那麼久了 後空的個性是怎麼樣 當他需要你的時候 他會很客氣 很喝泪 可是花蓮強當久了 你知道嗎 當久了以後自己就會有 超越自我的信心 當人 當人弄花冬三法 啊 問題來了 你弄花冬三法 這個社會不接受嘛 也不要講社會 青鳥老師會告訴你 社會不接受這個方法嘛 不就是年輕人不接受 中產階級不接受 所有的納稅人 都希望他說清楚 到底要怎麼蓋錢 從哪裡來 預算怎麼編 他就亂講 這麼清楚的問題 他為什麼沒有辦法回答 不回答 在那邊講什麼 兩秒煞車 這些奇奇怪怪的事 那兩秒煞車有什麼奇怪 花冬三法出委員會後 一共十分五十秒 十分五十秒 就撈過啦 兩秒煞車簡單 我跟你講他幾月 他在委員會待的時間 好像只有不到一個月吧 還是三個禮拜 就出去啦 三個案子 再加上我會表決罪 我記得其中有一個才一分多鐘 不過其實你有沒有發現到 開始有一些國民黨 你有跟他切割了 像當時我選這個 當時為什麼選這個總召 我之前就跟你說 他是病毒 你就不相信 結果現在呢 我跟你講 為什麼 為什麼這時候會縮 當然是因為青鳥 選區有壓力了 朱立倫 才會有動作 所以你才知道李克太太就出來了 李克太太多久沒出來 就李克太太這兩個指標 那為什麼會有壓力 當然跟後面的選票有關 有一些萬一那種一千多票 三千票當選的 萬一真的搞到罷免那怎麼辦 大家都會算票 兩邊只差六票 所以現在是各個區域立委 心裡有點擔心了 當然 希望這個總召可以比較重 當然 要不然台中怎麼會立委 你怎麼知道 最多時間回到叫阿姨 叫這些 叫這麼多 就過來 嘴巴又開始填了 對啊 為什麼會知道說阿姨 這些什麼都來 不關於你自己講 花東三法裡面 他只簽了一個就花東塊 剩下兩個是韓國瑜領銜的 要不要再去問國民黨 自己要不要出來講 韓國瑜會領銜 是誰拿的案子 去他辦公室 這段不能說 可是第一個都是傅昆琦 對啊 韓國瑜的個性不回話 這個很重要 然後你以為就韓國瑜 他都會吞下去 立法院長很少提案 韓國瑜不會吞下去 他利用旁邊的人 幫他放號出來就好了 他本人不會說話 不然陳東老師 為什麼會問說 他領銜的 前面是誰拿給他簽的 然後傅昆琦 辦公室沒有人到處放話 大家心知肚明 是 韓立法院長領銜 表現那個案子很特別 這一次為了花東三法 裡面有兩個人領銜 政府院長 不是只有韓國瑜 連槍起承也簽下去 他們是沒看內容 看到傅昆琦的民主就下來了 這都不重要 重點是什麼 我在看政治 這不是跟藍綠無關 政治 政治人物 你怎麼樣 可以讓人家多一點信任 其中有一個特質 就是你要表現的 讓人家覺得 你可以高瞻遠足 我可以看得 看得很美 看遠一點 就是我比較有遠見 你知道花東三法什麼時候簽的 記得嗎 三月 韓國瑜跟江啟臣兩個領銜 提那兩個案子簽名的時候 是三月的事情 六月還沒過完 剛開始上學而已 整個黨縮回去 只有三個月的時間 我先不講 這是不是前根 什麼都先不講 三個月的時間 國民黨結構 要表示你的判斷力有問題嗎 再回來看中東景 為什麼這時候你會覺得中東景 你講的事情不分顏色 你自己的內心會不會覺得 嗯 對 就是這樣 那叫什麼 那叫共 周登陰有沒有前科 有沒有過去都不重要 說這個人 這個人共那位 跟我內心想的 我們有共鳴嘛 傅昆琦講的話 你有共鳴嗎 朱立倫看了一個方舟 讓他回來了 現在傅昆琦跟朱立倫之間關係 到底怎麼樣 之前互相利用 之前搶著刷黑卡 現在咧 我跟你講互相利用 沒有永遠的敵人 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只要朱立倫還是要想 連任他的黨主席 還是要利用傅昆琦 傅會支持他 反正這件事情 是一年以後的事情 對啦 這東西有太多人可以修補嘛 好我想請問一下易善兄 那柯文哲跟黃國昌之間 現在到底怎麼回事 對柯文哲找來黃國昌 我說這次所謂的花東三法壓 或國會擴權也好 都兩個人最笨 兩個黨主席最笨 柯文哲找黃國昌 是為了衝民眾黨的聲量 結果他的柯文哲的聲量 被黃國昌取代 那朱立倫找傅昆琦 當然是為了黨員 他連任黨主席 所以同舟計畫 找了一堆現在國民黨裡面 黨員人數最多 可能就是傅昆琦 他是為了保住自己的 朱立倫自己的 黨主席的位置 現在有可能被傅昆琦挑戰 而且被傅昆琦 至少被傅昆琦綁架了 所以花東三法這件事情 說真的國民黨在5月24號 所謂的三讀通過國會擴權法案的時候 小平也在這邊 很多國民黨人都說 不會列花東三法在議程裡面 都不斷辯護 是誰又把花東三法再重啟起來 又是傅昆琦 他毀花了的時候說 7月16號一定要過 所以整個國民黨才跳腳 才去做所謂的彌補的動作 所以朱立倫還透過智庫 因為政策會執行長就是傅昆琦 不能透過政策會 有報告出來不可行 不能透過政策會執行長 執行長要蓋章 王一川也執行長 政策會的報告是 政策會執行長要蓋章 所以他只能繞過去 所謂的政策會 直接找智庫去說不可行 所以變成大家都在推 連傅昆琦也在推啊 推給誰 推給韓國瑜啊 我覺得推給韓國瑜 這件事很好笑喔 韓國瑜曾經有沒有展過 花東三法 有 但是他知道 知不知道說 不可能那麼快蓋得好 知道喔 他說花東快 環島高鐵 蓋完之後 我都要去西方極樂世界嘛 所以他簽這個花案的時候 他還虧自己一下 對...他簽這個花案的時候 他絕對沒去看 因為傅昆琦裡面剩10名啊 沒有看 怎麼可以簽啊 院長這麼做的 他還沒說 就要給他10年來 10年內要去西方極樂世界嘛 所以韓國瑜簽那個法案的時候 事實上我覺得他完全內容沒看 可以這樣當立法院長 甚至不知道說10年內要通過 因為他自己的認知 韓國瑜自己的認知 就說花東高鐵要蓋得好 記住也三四十名醫療的事情 哪有可能說10年來 傅昆琦的法案就下10年了 所以這部法案連韓國瑜可能自己都不清楚的情況下 國民當所有人五十三席都簽耶 所以變成是傅昆琦也在甩鍋給韓國瑜 韓國瑜只好找中東井這個西瓜刀 來切割這個花蓮大西瓜嘛 這次不是輕傷這一切重傷 花蓮大西瓜 這一次被中東井切的重傷 因為中東井講得對 他這句話為什麼中東井特別要講說 他是跟韓國瑜談過 也就是說這句話是韓國瑜要他講的啦 說這個花東高鐵跟花東快速道路 如果通過之後對花蓮人是不好的嘛 因為大家就不會住花蓮嘛 這很合理嘛 因為本來現在大家去花蓮 不會住宿嘛 花蓮會好開心 會好開心嘛 這是高鐵高手過招耶 對高手過招 他為什麼特別講說中東井 他特別講說我去跟韓國瑜講 其實是韓國瑜去跟他講 中東井很小氣 前兩天我們接到大西瓜 我說福哥你送的 可是中東井沒有送我們西瓜刀 西瓜刀那麼貴 西瓜刀當然是接西瓜嘛 沒錯 對不對 在國民黨內 西瓜一定贈身不了西瓜刀 國民黨內現在會分裂成兩派 分裂成兩派 一個是以盧秀燕韓國瑜將啟成為主 為什麼韓將要去潛科嘛 因為江啟人要選台中市長 背後就是盧秀燕 這是一組未來有可能把所謂的國民黨 掌控民眾黨國民黨的一個方向 另外一組就是傅崑奇 加上侯友宜加上朱立倫啊 這三個人是可能因為這樣子合作 因為有對立面 他們三個會加在一起 因為朱立倫黨員就在傅崑奇手上啊 啊誰來選又是另外一位是喔 傅會支持朱會 朱立倫自己要選黨主席自己沒有黨員 還要靠同舟計畫 黨員在兩邊 黨員在派系手上每個人都有幾千 還有黃復興 朱立倫也有黨員沒那麼多 朱立倫又得罪黃復興 所以戰鬥人自己要推人啊 再回來講到柯文哲 柯文哲跟黃國昌之間的關係 關鍵在黃珊珊嘛 就是說他現在也開始意識到黃國昌 這樣這個一直衝 這樣是對民眾黨是不行的 整個三個月被黃國昌搞掉一半的民調嘛 對民眾黨也是傷的 更不用說柯文哲的聲量 完全被黃國昌所取代嘛 所以他當然想要用黃珊珊 去制衡所謂的黃國昌 所以才有黃珊珊跟吳思瑤 幹事長平台的這個階段嘛 不然你每次柯建民跟黃國昌 你差什麼對 那怎麼協調啊 不可能協調嘛 所以未來所謂的民生或中性的法案 可能就是由吳思瑤跟黃珊珊 這個所謂幹事長平台去做協調 但是政治法案就不一樣了 你看黃國昌還是要殺卓龍泰啊 他還是要罵卓龍泰說謊啊 所以整個的政治議題 他還是會站在傅崑琦那邊 而傅崑琦比其他國民黨的競爭者 更有本錢的就是 我有黃國昌 不要忘記了 民眾黨是一個所謂的時代力量 跟親民黨加民眾黨的三合一的組合 親民黨的人支持誰 為什麼這一次花東三法院 有兩個人跳出來 一個是林國成跟張祈愷 出來挺傅崑琦 林國成跟傅崑琦的關係多好啊 他們以前在親民黨的時候 就是兄弟了嘛 所以未來柯文哲到底可不可以掌握 這民眾黨的8票 還是會被黃國昌 甚至傅崑琦直接把手伸進民眾黨裡面 這個柯文哲自己看著辦 好 小平 你們國民黨接下來熱鬧的呢 太熱鬧 都已經在準備黨主席暖身了 是不是 我先講這個花東三法 其實他知道推不動了 七月十六號去花蓮喊話 當然是為了安心 給選民交代 為什麼呢 因為兩件事 第一個韓國瑜說這個暫緩 而且我們多推一些 金氏立民的法案 民政法案 或幫地方爭取那個叫財化法 叫做多少比例多出來 因為大家思考一下 你再大的臺北市長 也是臺北 也是地方對不對 中央只剩一個人 國民黨 那叫做立法院長 你所有透過中央 中央錢很多嘛 你的各縣市都要透過韓國瑜 包括韓國瑜講過幫陳其妙要錢有沒有 高雄都講過這個話喔 所以他要他的高度嘛 就藍綠他都支持嘛 我說韓國瑜 特別是國民黨的縣市 韓國瑜很重要 好這第一個 第二個 韓國瑜認為華中三法也不是他的 不可不可行 那副國瑜你看 哇 韓國瑜不支持 那更厲害的是前兩天理科夫人 什麼時候理科夫人會同框啊 那什麼時候你們那個黃珊珊跟你們那個 吳思小會同框 那都有很強大的政治意涵 你知道 好 我先講 我先講這個理科夫人 理科太太出來以後 李燕秀 迪西 我跟你講如果 朱立倫是蔣介石 黃埔軍修校校長 這兩個是黃埔一起的嫡系部隊好不好 我說這兩個 智庫執行長 跟文昌會主委是核心中的核心嘛 好 他們講話就等於朱立倫講話 朱出手了 再這樣搞下去 國民黨會倒掉 一定要維穩你知道 這兩個很清楚 智庫評估啊 好 那加上白 白現在也在東搖西白 我想真正意涵很強烈是 因為黃珊珊比較偏綠 綠的選民喜歡他 藍的選民喜歡黃國昌 我必須拿黃珊珊來平衡黃國昌 你這樣搞下去會死翹翹 剛剛易三講得很清楚 第二 我這個黨不可以一直跟著 跟著小藍走 滅絕你知道吧 那我這個黨必須藍綠都有一個力量平衡 所以黃珊珊現在變成很 我要穩住那個基本的盤勢 我是個中間的政黨 我白 好 這個很重要 好 那巴西呢 在花東三法 我跟你講 不會去支持 不會支持富君奇 就黨內也反對 朱也出手 八票又沒有 所以他就放棄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講到主席選舉 民進黨我判斷 政治的判斷是 他會發動大罷免 他發動大罷免 我們也被迫也要罷 很堅定 細節我不談 好 他發動罷免的時候 就逼迫我們的主席 本來是五月選 聽錯延到十月 延到十月 朱立倫要擋棄了 對 我們十月是不是交接 以前一半的時程是五月選 七月一定會召開黨代表大會 決定新的主席或連任主席 大政方針 就我們規定一年 四年要開一次 一年得開一次等等 所以這次會十月初選 十月底交接 所以他還是以這個空間等待這個機會 我說朱主席 而且對盧秀燕來說 往後一點選 也沒什麼不好 對不對 所以他也無所謂 他要自己選 或者代理人 我就再看 我就還早 好 不管幾月選 五月選 十月選都也罷 通通碰到民進黨大罷免 所以我們的被迫 我們的主席出來以後 朱連任或新主席出來 都跟這個罷免案掛鉤 領導作戰 罷免案就是2026 2028的前哨戰 然後民進黨很清楚 民進黨出了兩手 一手就是我看議題 我任士權 我跟你講 柯文哲一定是通過pass的 你信不信 你說任士權 柯文哲會站在民進黨 都會過 什麼考試院長 大法官都會親近過關 那既然這個 他們呢 兩手民進黨 一個就是八個能爭取到不管議題 來回十六席 慢慢裂解 這一頭不坦白 那我們是54 他們是51 罷兩個 誰被罷掉一定是另外一個黨當選 藍被罷掉 六月罷掉 再選一定是 一定換人嘛 換黨 好 所以他們至少在算術上 就是個數人頭的遊戲啦 那這次民進黨吃虧吃大了 至少在立法院 差一兩個差很多 好 所以他們一定要罷幾個好罷的吧 什麼廖 廖偉祥啊 什麼 主席好 這個是葉元智等等 圖選集 圖選集 圖選集還是 圖選集 圖選集 好 圖選集就一千多票 一千多票 在那個觀音那邊 好 所以他們一步一步做 而做這個是他們的強項 民進黨很厲害的嘛 他們的選民很厲害 好 所以我一定要罷到 我至少不坦白 我是超越你一個 一起那就 情況是大不相同 生事不同了 對 又是主流民意了 不像你們副國民旗就多一起 就說我們是主流民意跑去中國 不知道拿了什麼東西回來 今天他要重拾多數嘛 因為他八年好日子過冠了嘛 我是說行政權是他的 而且大幅領先 這八年來 這一次那個柯總召 吃了很多悶虧 他一定要弄回來 也必須承擔賴靜德交代的任務 人頭要弄回來這樣